这是一只当年熬王的儿子 他原主人买他的价格是4万多元 这只战熬出生的年代 正是战熬市场最疯狂最巅峰的时刻 他目前的年龄已经有10多岁了 年龄是非常大了 战斗力说实话非常非常普通 他跟咱们很多其他的猛犬对抗过 中亚高狼之类不用说了 不在一个级别 甚至连拉不拉多犬都可以欺负他 这实际上是一种商品熬 并不是原生熬 何谓商品熬呢 就是狗贩子为了让这种狗更好卖 而给他添加了其他犬的基因进去 为了增加他的毛量 头版加入了松丝犬的血统进去 为了增加他的骨量 让他体型变得更加庞大 加入了圣伯纳犬 纽波利顿犬等等巨型猛犬的血统进去 才造就了这样的品种 这只狗毛发非常难打理 我决定过几天给它彻底剪光了 毛发太容易打结了 毛量太大了 当年像这种颜色的战熬 价格是最高的 金色的战熬就像一只狮子一样 像这样的战熬反应是非常慢的 动作是非常迟缓的 所以战斗力可想而知 对比其他的巨型斗犬 根本不在一个级别 当年纯种的战熬是值不了什么钱的 而像这样的商品熬往往可以卖出高价 最巅峰的时刻 毛量比较大的金色战熬 可以卖出上千万元的天价 现在想象真是感觉不可思议 但是当时的战熬市场就是这么 夸张 当时有一批土豪就是陕西的梅老板 他们养狗 不养对的 只养贵的 听说这种战熬 500万 1000万一只 立马去买回来 看家护院使用 这样牵出去才符合狗主人的身份吗 很可惜战熬市场一去不复返